窄路掉头 操作要求与流程 驾驶车辆从车道一侧进入窄路掉头项目 在三进二退内完成掉头 驶出窄路掉头项目 行驶过程中不得触碰车道边缘线 项目完成时间不得超过120秒 详细操作步骤 步骤一 挂一挡低速进入窄路掉头区域 观察前方 人对准右车到中间地面标线黑黄交界处向前行驶 步骤二 观察车头位置 当车头与前方地面白线距离一拳距离时 方向盘向左打满 车辆缓慢前进 步骤三 投身出窗外观察左前轮 当左前轮靠近地面白线 但未压线时停车 步骤四 挂二挡 方向盘向右打满缓慢倒车 观察左后视镜 当左后轮靠近地面白线 但未压线时停车 步骤五 挂一挡 方向盘回正后再向左打满 轻抬离合 缓慢向前行驶 步骤六 观察前方 车身摆正时迅速回正方向盘 平稳使出考试区域 窄路掉头项目完成 重点总结 窄路掉头中需要重点记忆几个标志物 1.前方路间黑黄交界处 2.前方地面白线 3.库位左边白线 4.库位右边白线 扣分项目说明 1.三进二退未完成掉头的 扣100分 2.行驶中轮胎触压车道边缘线 扣100分 3.运行时间超出120秒 扣100分 3.库位右边 sans接исл ¿ ?